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555回 空中的左末 那就像是阳谷神话里走出来的英雄 就像是太阳部落供奉的图腾强者 无可抵御的霸气和阳刚之气 就宛如太阳洒下的光辉令人无处可逃 左末的右手亮起了耀眼的金色的光芒 他身上金纹缓缓的流淌 右手金光吞吐 汇集成了一把古朴的众腹 左末高高的扬起了手中的金色光芒 这个人的身体呢 微微的向前倾着 他仿佛把全身的力量都灌注在自己扬起的众腹上 怒目圆睁 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崩了起来 力拔身戏气开始 这就和那万年前太阳部落图腾强者一样抡起的太阳神府 就和万年前太阳部落图腾强者一样的霸气无双 他就和万年前太阳部落的图腾强者一样 现在在俯瞰着众生 不同的是 这是他的时代 强烈的信念和汹涌的力量轰然的灌入了手中太阳神府 轻浮的建议怒涛与太阳神府毫无花巧的撞上了 轰的一声 恐怖绝伦的力量瞬间迸发 耀眼的光芒就像赤亮的太阳 让天地一片血量啊 当光芒散尽 左墨霸气绝伦的身形傲然浮现 他提着手中的光斧 充满压迫性的目光 宛如实质 缓缓地扫过了全场 左手提着萧如剑 萧如剑气息全无 生机灭绝 左墨眼中的光芒渐渐的脸气 手中的光斧消散 他浑身散发的凶悍的气息也消失不见了 他再次恢复了之前普通人的模样 轻轻地吐出一口气暗自摇头 太阳神府对现在的他来说还是有点勉强的 远远的不如太阳神赐那般游刃有余 太阳神赐上的太阳纹 他已经能够做到精细的有如雕刻的地步 但是太阳神府 他却只能凝出一个光斧的雏形 别说太阳纹了 就是实体都差得那么几分呢 远古时代的神术 大底都是如此的简单 神术完成的越完整 他的实体呢 也就越精美 威力呢 当然就越强大了 心里边明白他的路还很长 摇了头目光扫向了其他几个人 有心似无心 再加合资安海不过是普通的昆仑弟子 对上伟胜宗容二人 完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安海的杀手锏 摆因灭魂剑 早就用掉了 宗如啊 不过是略使手段全力的缠绕 安海顿时魂飞魄散 而合资的都煞剑针刚刚挤出 就被尾声轻轻破去 一键斩下 早在动手之前 做冒变决定 一个都不留 三人失忍的东西啊 自然被搜刮了个干净 不过此时呢 祖墨可并没有时间仔细的查看 他的注意力 全都在这只远古的章鱼怪身上了 大师兄 你试试 尾声点了点头 刚才的战斗对实力强横的他来说 那连热身都算不上啊 眼前的这只身形如山的章鱼怪 才让他感觉到了压迫感 同时呢 也激起了他体内的战意 世神血剑在手 他飞到了章鱼身前肃然而立 轻轻的扬起了血剑 尾声的神情严肃 他的气息为之一变 周身空间呢 似乎多出一股 难以言语的波动 手中的血剑浸出了斑斑血迹 尾声的气势在不断的攀升 他眯着眼睛 却宛如出窍的内剑 锋芒毙露 射人心魄呀 浓浓的剑意 在他周身汇集了 头顶的天空 迅速的变得暗淡的下来 脚下的黑海 仿佛也察觉到了危险 不断的向四周涌去 尾声的下方呢 形成了一个树杖深的凹陷的水坑 如见般挺立的尾声 猛的睁开了眼睛 难以言语的一声嘶叫 仿佛撕开的风口 尾声周围激荡的介意 猛然以惊人的速度 想得汇集 这好似暴风的风眼啊 风力凛冽的剑意 宛如无数小剑 围绕着尾声的身体飞舞 带起了阵阵 对人头皮都发麻的笑音啊 无数笑音堆积了起来 就像狂潮一般汹涌 尾声手中血剑 轻轻一摆 嗡的一声 白喜归大汗 密密麻麻的剑意 就像庞大的鱼群 他们疯狂的涌向了 尾声手中的血剑 血剑呢 是兴奋的嗡嗡嗡的轻盼 斑斑血迹 陡人变亮 充满了诡异妖媚的力量 尾声似乎并没有察觉到 手中血剑的兴奋 他神情坚定 血流力般的毛子里边 清澈的没有一丝杂质 他继承了 世神血剑的力量 但是呢 他却并没有为世神血剑投化 如钢铁一般的意志 让他能够操控这股强大到恐怖的力量 尾声的视野蒙上了一层诡异的红色 手中的血剑在他的视野当中 就像是一只不甘心的凶兽 在不断的挣扎着 感觉到世界的延伸 尾声的神情虔诚而专注 老话说 手中血剑挣扎的力量再大 他浑然未竭 妖媚诡异而狂暴的力量 顺着剑柄呢 不断的冲击着他 他的嗜血和疯狂 让他异堂的强大 尾声知道 若是这个时候松手 血剑必然能够释放出惊人的一剑 他保引了无数强者的心血 他通识了无数凶力的煞魂 他经过了上万年的孕育 他本身便足够强大 光暴无比的力量 一波波的冲击着尾声的心神 尾声体内的血液和神力 原子穴剑 也为脚的样是翻腾不休 他是一只恐怖的凶物 一旦说他不满 就会反噬 卫生并没有松手 他的神情呢 依然是虔诚而专注 在一波强过一波的冲击之下 他谨守渐心 无数的画面在他的眼前闪现了 他看到了掌门和师叔鼓励的目光 他看到了昔日的无空山 他看到了自己身为剑朴时的刻苦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 比左墨月下豪影 无数的画面 走马灯时的转过 他们是越来越暗淡 他仿佛呢 行走在一片黑暗的西空 孤独一人 不知方向 不见光明 那 就是未来的自己吗 强烈的空虚寂寞 涌上了心头 他的心呢 变得茫然无措 然而当他的目光 落在那个背影手中提着的剑 所有的空虚寂寞和茫然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他的身体啊 充满了力量 黑暗孤独前行在身影 用剑展开了黑暗和西无 用剑展出了脚下的道路 飞暗和西无宛如潮水一般褪气 他的身边呢 出现了一个个温暖而熟悉的身影 卫生如梦初醒 他的嘴角 没有自主地浮现出了一抹温暖的笑容 血线冲击的力量 仿佛突然之间小了许多 无论他怎么挣扎 卫生渐心如磐石时 纹丝不动 就像刚才梦境中那个身影一般 卫生扬起了手中的血线一眼斩下 红色剑盲 一闪即逝 浩瀚的剑意 骤然蹦发 轰的一声啊 天空都仿佛一探 卫生身前的海水瞬间消失 一道长御石头里的 笔直的空白通道 出现在了正人的眼前 宽约五丈的通道里边 没有一滴海水 海底的黑色岩石 裸露在了空气当中 通道两边呢 是高达五百丈的水墙 那水墙啊 光滑如镜 通道延伸向远方 章鱼露出了全貌 他在身体正中间 一条血线 笔直如画 啪 章鱼庞大的身躯 从空中摔落到了通道地面 分成了完整的两片 哼 失去了约束的血物 咒人就炸开了 尾声手中的血线一颤 血物立刻就受到了吸引 化作了一道血柱 墨入到了血溅当中了 章鱼体内的血液 是涓滴不剩啊 此时 通道远处的水墙 已经开始崩塌了 哼 你这巨像 万如是万马奔腾啊 包括左墨在内的所有的人 都被尾声的这一件 给震惊了 大师兄 实在 实在是太变态了 忽然左墨一个机灵 章鱼 小墨哥的眼睛 立刻就被无数惊蚀 牢牢的战记了 身形如电 猛的出现在了章鱼尸体旁 二话不说 一身手扯着一件章鱼的尸体 全身经纹浮现 神力鼓动 是怒目圆征 肌肉膨张 他吐气开声 爆灰声 击 在精实的激励之下 左墨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啊 远远的超过了刚才和萧如剑战斗的力量 左墨 犹如天神附体 宛若远古巨兽 轻金爆燃 嘴里一连这款黑黑的声音 硬生生的拖动两片庞然大物 缓缓的上升 终于啊 赶在水墙崩塌之前 拖上了引输船了 刚爆发完的尾声 看到了这一幕 脸上的虔诚专注 那消失的是无勇无踪啊 他张大了嘴巴 脸上的肌肉僵硬 呆呆地 看着左墨 这完全超出了人类极限的举动 他手中的血线 也停不自禁地一哆嗦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一时之间的全场寂静无声 只有左墨拉风像是一个喘气的声音 他毫无形象地半躺在两座肉衫旁 这种荆蹄力尽 是一脸的傻笑啊 看清楚他们的来历了吗 雷音寺掌门很是凝重 没有确定啊 负责的弟子冷汉 刷的就下来了 他看到掌门神色犹豫不定 连忙又补充说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 他们极有可能是来自墨云海的 墨云海 掌门的眼睛亮的 是的 可是他们的真实身份嘛 目前来说还不大好判断 他们没有动过手 我们呢也没有办法证实 劳德光就在他们船上 我们搜过了他们的船队 没有发现 但是最后我们关闭了船送阵 他们硬闯黑海飞线 嫌疑很大 听到了这儿 掌门不说话了 过了好久 他才再次开口 嗯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啊 就到此为止吧 负责的弟子一愣 脸上玄疾浮现了惊讶之色 可是掌门呢 仿佛根本就没有看到 你可以下去了 弟子一个机灵反应了过来 连忙深思一力 是 弟子告退 等弟子离开之后 一位气宇轩昂的少年 从后边的布曼当中走出来 如果说刚才那名弟子在这儿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谁啊 养元号 九大寒门第一战将 养元号 谁都不知道 养元号啊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 已经回到了文派里边了 掌门可是担心 莫云海吗 养元号的脸上 也有几分惊讶 掌门目光深邃 他看到养元号脸上 扶着了几分笑意 养元号啊 你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 养元号 扬了头 莫云海在很长的时间之内 会是我们的盟友 不过嘛 他们究竟是不是 莫云海的人 到目前为止 不是还没有查清楚吗 能够传黑海飞线的 不光是莫云海 只怕 还是尾上那几个人才行啊 而此时养元号啊 却想到了 另外一个问题 他皱起了眉头 莫云海对我们的情况 那真的是很了解啊 遗址才出现多久 他们竟然都已经得到了消息 对于任何一位战将来说 自己的情况被对方摸清楚了 那都是十分忌讳的 掌门却摇了摇头 也不一定啊 别忘了新夜禅门的事 莫云海可不是缩手缩脚的人啊 杨阳号点了点头 新夜禅门的确是干了件蠢事啊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 昆蓝最近很安静 我觉得有点反常啊 说到这儿 杨阳号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忧虑之色 掌门的眼中则闪过了一丝冷色 安静 最近的风风雨雨 只怕就是他们在暗中搞鬼啊 有些家伙总是树木寸框 一看无忧就闹腾起来 这次把你找回来 其实呢就是想问问你的意见 杨阳号一路啊 都在思索 最近几个门派跳得很凶 已经影响到了九大禅门的团结 不团结的九大禅门 那是不堪一击呢 他忽然想到了刚才提到的莫云海 眼前一亮 哎 或许我们可以借点力 这次可真的是赚大了 看着堆积如山的两座肉山 琢磨呀 竟然恍恍惚惚有一种 在梦境当中的感觉 昆仑送的这番大礼 可真是太贵重啊 这种远古巨兽 可真是杀一只 那就少一只了呀 倘若说没有魂饮香 做莫苦地他们加起来呀 也极无可能干掉 如此恐怖的大家伙 能不能从他的手上 逃得性命 那都是个问题呢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昆仑还真是好人呢 一致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 谢谢观众收听 修真事件 第五百五十六回